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西澳洲 新聞一開始先來關心 今天有哪一些重要的話題 這是真的嗎 到底是如何我們會查真相 國民黨總統初選電話民調 今天開爆 高雄市長韓國瑜 昨天晚上9點多在臉書直播 他教大家要怎麼回復 民調電話 還找來了立委許淑華 線上教學 日前在國政發表會上 用家庭代工解釋庶民經濟 被批評說 難道是鼓勵大家做家庭代工嗎 對此韓國瑜回應 這種說法實在很無聊 韓國瑜合體立委許淑華 直播call out 沈玉琳 提醒荒謬大師 有時間守住初選民調電話 緊接著又call out給葉啟田 寶島歌王也在空中獻唱 幫忙催票 韓國瑜在鏡頭前跟著哼歌 這一場直播 包括媒體人跟韓粉都接到電話 由立委許淑華辦民調公司的人員 做問答教學 而針對日前國政發表會中 用家庭代工來解釋庶民經濟 被人解讀為韓國瑜鼓勵大家回去做家庭代工 他空中批無聊 還有台灣M型社會要翻轉 談經濟跟教育 韓國瑜也預告過幾天直播談反毒 藍營初選開跑前夕 韓國瑜找來許淑華 線上舉行模擬考 就是希望初選過關 TVBS新聞方釋成 黃曉琪高雄報導 高雄市長韓國瑜昨天在參加 國民黨動員舉辦的反鐵龍公投 世事大會 特別向綠軍跟中間選民喊話 韓國瑜說這三年來 民進黨沒有讓人民好好過日子 沒有為人民好好奮鬥 執政不思檢討 要綠軍跟中間選民 不要再被蔡政府給欺騙了 今天韓國瑜在這裡不跟藍軍講話 我跟綠軍講話 我跟中間選民講話 各位親愛的綠軍的好朋友 親愛的中間選民年輕朋友 三年前你支持了蔡英文選上總統 這三年來 我們台灣人民的日子 有更好過嗎 沒有 我接觸到的市農工商 各行各業 都是憂心忡忡 民進黨 蔡英文政府得到的選票 三年 為什麼不幫台灣人民 好好好好的過日子 拼經濟 辦好教育 照顧弱勢 開創 整個台灣的未來 為什麼不這樣子做 把我這個禿頭打破的我都想不懂 天上的神佛保佑 人民的選票支持 政治人物有這個機會 為什麼不幫老百姓好好來奮鬥搭配 真的我想不透 老百姓過得這麼苦 執政的蔡英文政府不檢討 執政不用心 選舉一到 開始搞兩岸緊張 開始搞台灣內部的衝突 開始鬥爭 最大的在野黨國民黨 各位綠軍的朋友 各位台灣的中間選民跟年輕朋友 民進黨最有代表性的良心 是宜蘭縣長前法務部長陳定南 沒有綠軍不佩服他的操守跟親戀 如果要找第二個代表 就是宜蘭縣級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 黃黃雄先生 只要認識黃黃雄 就一定束大拇指 連結 正派 勤勞 愛民 結果民進黨通過了 出展會 主任委員換了黃黃雄 連黃黃雄都看不下去 不幹了 各位綠軍的朋友 各位中間選民 各位廣大的台灣人民 民進黨最代表的一顆良心 黃黃雄先生都不幹 請問 台灣民主政治要何去何從 高雄市長韓國瑜的妻子李嘉芬 在雲林的農舍被爆料是大違建 事發之後他只有花短短兩天的時間 已經派人把它拆除得非常乾淨 行政院長蘇貞昌對此表示 庶民有豪宅 實在讓他大開眼界 副院長陳其邁今天也說 李嘉芬的動作是選舉考量 明明活動主題 談的是台灣未來 怎麼這話聽起來 喪失再酸 韓國瑜 譚言自己就是一語雙關 而且面對這位前對手陳其邁 相說的話不少 算是韓國瑜妻子李嘉芬的農舍為一件爭議 正副院長可是接力開槍 號稱座民家裡竟然有豪宅 而且還有室內籃球場 這真是我第一次開眼界 假如要選總統沒有被踢爆 當然就不會拆 看起來是這樣 不然怎麼弄他剛好 痛批韓家人的動作一切都是為選舉 韓國瑜對農舍爭議似乎也想儘速滅火 因為現在傳出不只已經拆除的籃球場是違建 朱建物也有問題 朱建物如果認定有問題 我們一定遵照政府的法令規定 韓國瑜的回應簡潔有利 畢竟民調期間可不能再被尖縫插針 TVB的新聞李國正確煩柔台北報導 國民黨總統初選民調今天開跑 參選人朱立倫為了強化論述的力道 展開一連三天的記者會幫自己吹票 過程中朱立倫炮火對準了對手郭台銘 他痛批郭台銘仗著自己是政治素人 不受規範也不簽公約 他痛批郭台銘再瞎掰政策 朱立倫還說兩個人可以就提出的政策進行對談 但是他也很擔心郭董會因為幕僚沒有準備好大字報 不敢辯論 國民黨總統初選民調開跑把握最後衝刺機會 朱立倫召開記者會介紹自己為何是藍營最強 民進黨準備要操作會灌票的對象 絕對不是國民黨最強的 為什麼民進黨最怕朱立倫 因為還可以抹的都已經抹了 論正自己經歷過六次選舉 面對民進黨的抹黑抹紅抹黃 朱立倫認為對比黨內同志自己早已百毒不侵 不過首先要處理的還是黨內對手郭台銘 不能因為自己是政治素人就不守這個規範 沒有任何人有任何的理由想要違紀 或者是不尊重最後的結果 我們可以用政策來討論 但是不要再瞎掰 落下重話提醒郭台銘不要為所欲為 參加初選就得按照規定走更狂轟 郭董的課稅政策 課稅也要有所得才能課稅 也要有所根據才能課稅 這是財稅的ABC 我們不一定要用辯論的方式 因為辯論的方式 郭董說不定會有擔心 譬如說他這個幕僚有沒有準備好 準備好他的大字報 補上一句酸 郭董需不需要大字報 至於郭台銘團隊疑似操作 砌豬保郭 朱立倫大罵郭台銘好自私 講難聽一點實在太不夠意思 不能一起自私傷害團隊的和諧跟團結 最後關頭跳脫文雅形象 藍英初選三強鼎立 朱立倫奮力一搏 說求個聲勢翻轉 第一位新聞王國林 劉婷婷 台北報導 郭台銘因為初選公約 他直接把不滿表達出來 直接向黨中央開嗆 郭台銘強調說他不是不簽初選公約 而是他認為黨中央獨厚特定的參選人 他也對國民黨副主席曾永存呼籲 今天跟明天是最後的時間 都可以找五個人來一起簽公約 國民黨總統初選民調第一天 講什麼要很小心 手板直接拿出來 不過一提到初選公約 講到停不下來 這個初選公約的事情 就是你現在覺得 你也答應要簽 所以就是不管怎麼 我是太大的誤會了 今天孫大簽代表韓國瑜簽 董事長時間到了 我們下次再來好了 先跟大家說再見 怒氣 怒氣似乎長很久 現在郭台銘不忍了 直接向黨中央開炮 我先呼籲 這個國民黨 你趕快弄一個板 大家在這個時候 在今天明天還來得起 郭台銘暗算 黨中央小動作很多 只是民調開示 其他人都簽了 現在才要簽公約 約束的是什麼 中央和郭董 雙方可能有不同見解 我現在卑微的要求說 大家一起出來簽個公約 不要代理人簽 我的代理人簽就不行 他們代理人簽就可以 那我是覺得說 今天你不問其他們說 他們要不要去脫黨 問我要不要脫黨參選 這個話就是說 你應該問國民黨 國民黨應該出來領導團結 領導勝利 那國民黨都不作為 國黨民初選走得戰戰兢兢 過去承諾也被一一顯示 像是2006年百億拍片計畫 最後被質疑只拍了一支白銀帝國 還有前一造陣 要在新北市打造環保科技城 跟劉兆璇談好了 卻被說沒下文 以及要在高雄 把鴻海亞洲最大轉運中心 遷到高雄港 也被質疑跳票了 我想我根本就沒有跟劉兆選 劉兆選是巴巴水在教室 就用零 OK OK 我想說這個東西是完全沒有 過去開出的支票被放大 因為高雄他也承諾投資 繳了保證金 只是外界後期 初選過後投資還算數嗎 藍營初選短兵相接 好兄弟成對手 初選擂台上只有勁沒有合 從上海回台之後 台北市長柯文哲馬不停蹄 假日到南部跑行程 被解讀是為了2020四水溫 現在又有他的核心幕僚 在網路上發文 擔心韓國瑜代表國民黨出戰 要團結非韓人口 在對比的情況之下 有韓不投非韓投鍋 被解讀是要帶風向 幫柯文哲鋪路 下一題的 不曉得是天氣太熱還是問題太敏感 讓到場不到十分鐘的柯文哲 滿頭大汗 幕僚在國民黨總統初選民調之際 發文更是讓他直冒汗 有韓不投這個是你的想法 有韓不投 是不是他爸爸跟郭台銘比較好 我都不曉得 那你的想法呢 我還沒有想法 等我自己想要選 我再開始有想法還來得及 不到最後一刻不急就表態 但自家戰情市幕僚李靜穎 卻率先在PTT發文 說韓國瑜有很大機率贏過初選 要代表國民黨出戰2020 想打敗韓國瑜唯一的方法 就是團結非韓人口 對比的情況下 有韓不投非韓投鍋 這番話被解讀是在挺鍋帶風向 要對抗民進黨策略運作的非韓不投 每個黨現在在操盤的時候 在影響都要想說 如果是誰出現 對我們的選情是最有利的 我感覺這時候是 我感覺越來越亂了 拉高高度批兩黨惡鬥 但幕僚會挺郭台銘 不是沒有道理 比較受中間選民信賴的郭台銘 重疊柯文哲的支持者 一旦郭台銘出局 有利柯文哲吸收這些中間選民 若是郭台銘出現 也可以聯手政治新人 打造郭柯沛出擊 說白話就是還要再觀望 因為國民黨總統初選還沒個果 柯文哲選擇先下鄉經營 20號再到台南搶攻宗教票 27號進攻中台灣 要在出手前先備陣再發 TVB新聞中江南劉立成韋佳 企業神局小組台北採訪報導